秀琴早报吞Vicky20万一欠钱惯犯,吴宗献受访净说小事,这一元欠4000万死不孩。 日前,一名名字出面爆料大扫团的秀琴向他借38万,事后还用各种理由搪塞,迟迟不肯排,而现在也越来越多苦主跳出来讨债,曾在节目上自爆一年收入超过600万的他,现在竟变成到处欠钱。 小编在这里帮大家前情提要一下,当时郑姓友人公开秀琴借钱LINE对话,控诉对方把他当作行动ATM,因知道有人熟悉银行操作,所以平时没钱就找他周转,就连出国没钱也先飞到国外,再跟他借钱挡一下,但回国后却无消无息,让郑姓友人忍无可忍,决定把他的真面目。 而同为大嫂团成员的Vicky,也借了20万给他,最后不但没偿还这笔钱,还将这20万赚成Vicky投资他开店的资金,而Vicky日前看到秀琴不断反驳自己没欠钱, 再也看不下去,出面拆穿秀琴的谎言,在脸书发了两点声明,强调秀琴跟自己的债务托致现在都没有处理,狠狠打脸对方。 就在被友人及昔日姊妹Vicky拿证据打脸后,秀琴再也没出面澄清债务之事。 今日就有媒体访问到何秀琴颇有交情的吴宗献,询问对方的财务状况,他表示自己完全不了解,并回应,秀琴跟老公陈志远都有收入,一点小钱应该没问题了,这件事就是鸟事,合作生意最难。 又没有适度的交代,Vicky也很好讲话,秀琴要跟人家讲清楚,毕竟在圈内都还预得到。 接住吴宗献又加码爆料,坦言自己曾被圈内某一人借了四千多万,由于自己的个性不会主动去要债,所以导致这笔钱就像丢进水里似的,一直没有收回。 直到某次在北京录影时和对方巧语,录完影才收到对方简讯说,假如真有来生,我做牛做马都要还给你。 收到简讯当下,他知道这笔巨额收不回来了,当场眼眶泛泪。 不过好几年后,这名艺人最后辗转还了两千万给吴宗献,剩下的钱到现在仍不了了之,而他也不愿透露对方身份,仅表示现在对方还是半个圈内人。 笑回,最后又还回来一半,这种要帮助人家的,我就不会说是谁。 不过一直没海也无所谓了,就是朋友嘛。 只能说演艺圈借钱都好大手笔啊。 两千万要不回来居然也没关系汉。